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五百九十二集 小包子撅着小嘴搭拉着脑袋 看上去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人家只不过是想多享受一会儿 把别和妈咪都在的时候而已 宋青城还想说什么 但是宋把鼻这会儿出来做好人了 纪正廷挤过来 从他手里将小包子接了过来 今天已经洗了很久了 再写下去会感冒的 好吧 宋把鼻的轻声细语 对小包子来说超级管用 纪正廷将小包子从水里捞了出来 宋青城联盟抽了一条儿童浴巾过来 包在小包子的身上 然后纪正廷抱着他离开了浴室 而宋青城则留下来将浴室清理干净 宋青城从浴室出来的时候 小包子已经穿好睡衣坐在床边 纪正廷则在帮他吹头发 看着这样温馨的画面 宋青城的内心激荡得厉害 他没有走过去打扰他们 直到纪正廷手里的吹风机停了下来 他收起了多余的情绪走了过去 快睡觉了 已经很晚了 宋青城走过来将被子掀开 小包子钻进去 乖乖地躺了下来 宋妈咪 你是不是又要走了 小包子窝在软绵绵的被窝里 露出个小脑袋问他 宋青城知道孩子在想什么 可是 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给不了孩子确切的答案 只说道 妈咪看着你睡 我睡着了 妈咪就走了对不对 小包子虽然小 但是也是典型的人小鬼大 知道妈咪在逃避问题 宋青城哑然 他不想骗孩子 不会 你妈咪今天就住在这儿 纪正婷已经在床的另一边 俯身将孩子的被子捏好 真的吗 小包子的眼里有惊喜 也有担心 担心把鼻 只是哄自己睡觉而已 纪正婷没有立刻给孩子答复 而是看了眼 也在看自己的宋青城 宋青城似是知道他要说什么 纪正婷 大人不会骗小孩子 纪正婷直接忽略了他的话 认真又严肃地回答儿子的话 小包子举起胖乎乎的小拳头 老爸万岁 纪正婷笑了笑 然后将脸凑过去逃吻 小包子跟他已经很有默契了 翘起脑袋在他脸上拨了一下 纪正婷也在小包子的额头上 给了他一个晚安的吻 小包子下意识地 给他挪了个位置出来 爸比 你要陪我睡觉觉啊 麻烦 妈咪陪你睡 不等纪正婷回话 宋青城就直接侧身 在小包子的身边躺了下来 这明显是宣示主权的节奏啊 小包子眨巴眨巴眼睛 看着主动的宋妈咪 然后又看了看被人抢了宝座的宋爸比 再然后就看到宋爸比也脱了鞋子上床 这是要一家三口大团圆的意思 小包子的一颗心 激动得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 好像今晚会失眠哎 因为审儿同床 所以只有一米五的宽度 而且这已经算是纪正婷 给小包子加宽的了 因为小包子说自己睡觉比较好动 纪正婷担心小包子掉下来 所以就加宽了 不过 小包子能自己单独睡 这点还是让纪正婷比较意外的 毕竟他还不到三岁而已 一米五的床 对一个三岁小孩 可以算是一个大亢了 但是对于两个成年人 再加一个小包子来说 那就只能算是他他米了 而且还是小号的 所以宋卿城靠在床头 几乎可以将男人身上那好闻的味道 闻得清清楚楚 甚至包括他的气息 和三年前一样 还是那么熟悉 还是那么迷恋 心底的欺住和苦涩 几乎要将宋卿城整个人都给吞没了 可是 刚刚还自高奋勇要躺下来陪孩子 这会儿又干巴巴的起来的话 是不是太糗了 所以 就算是死撑 也要撑到孩子睡着 好开心啊 我也有把别和妈咪一起陪着睡觉就 小包子一手握着纪正廷的手 一手握着宋卿城的手 开心又满足地说着 宋卿城心里本来就不好受 被小包子这么一说 心酸地眼眶泛起了一股热度 抬眸就撞进了纪正廷那双幽深的眼底 他的眼神犹如浩瀚的星空 可以将人吸进去的那种 此刻也在着很多复杂的情愫 只一眼 宋卿城就错开了视线 不敢更深地去探寻他眼里那些复杂的情愫 好在 小包子真的很快就睡了 只是睡着了 也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 不肯松开 宋卿城稍微动一下 小包子的手就收紧了些 好像知道他要走似的 宋卿城也舍不得小包子 每天都搂在怀里睡习惯了 突然分开 他不比小包子好过 又陪小包子躺了一会儿 等他睡熟了 才成功地把手抽了出来 宋卿城将孩子的手放进被子里 捏好背脚 与此同时 纪正廷也已经将手抽了出来 和他一样将小包子的手 放进了被子里 宋卿城安抚好了孩子 深深地看了孩子一眼 然后拿起自己的包 狠狠心转身就走 但是下一瞬 手腕上一重 整个人被拉住了 宋卿城微惊 侧目看了眼 拉着自己手腕的手 又看向他 松手 他将声音压得低低的 担心会吵到孩子 但是语气也是冷冷的 纪正廷想到他跟那个苏宇的事 心底就控制不住地冒火 所以不但没有松手 手上反而还加重了力道 刚才那张有爱的脸庞 这会儿也变得沉冷了下来 特别是 看到宋卿城转眼之前 还是对小包子各种不舍 可转眼之后 便狠心地头也不回地要走 这更加让纪正廷觉得 他的小孩变了 变得学会了伪装 变得心狠 变得陌生 宋卿城见他没反应 也不说话 不免有些轻闹 他还当自己是三年前 那个小孩吗 被他唬着脸 吓唬一下就软了 被他瞪一眼就怕了 那他就错了 他还是宋卿城 但是 他绝对不再是 以前那个宋卿城 纪正廷不肯松手 宋卿城一气之下 用力震了一下 成功地将手 从他的手心里 挣脱了出来 可是 却听到他嘶痛了一声 宋卿城正要抬起的脚步 摸得顿住 回头看他 只见纪正廷 一手握着 另一只手的手腕 拧着眉 脸色也不太好看 而且看上去 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他突然想起 纪正廷手上的那些伤 目光重新落在他的手上 发现一道鲜红的东西 正顺着他的手指流腾下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